假设f of x 以及 g of x 两个多项式 那我们呢要利用分离系数法求这两个多项式相乘的结果 好,那我们呢把这两个多项式呢 用分离系数法把它写下来 那我们首先要先检查它有没有缺项 三次、两次、一次、常数是没有缺项的 好,那 g of x 呢 两次、一次、常数也没有缺项 所以我们呢就可以把它写上去 好,从三次这边开始写 系数呢是1 二次的系数呢是负1 然后再来一次的系数呢是1 而常数是3 好,那 g of x 呢 从二次开始写 好,二次的系数呢是1 再来一次的系数是2 再来常数的部分呢是负3 好,那我们呢把它乘起来 从负3开始 负3乘以3呢是负9 好,负3再乘以1得到负3 好,负3乘上负1呢是得到3 负3乘上1是得到负3 好,接着第二个 2呢乘上3是6 2再乘上1呢是2 2再乘上负1 所以是负2 2再乘上1 所以这也是2 好,最后一个呢 这个是二次的1 好,1乘上3得到3 再来呢前面就是1 负1 1 好,那最后我们把它加起来 好,所以前面这边的系数呢是1 然后再来这边也是1 负3 负2是负5 加1 所以是负4 再来3 4,5 6,7,8 好,再来负3 加6是3 最后呢是负9 好,那这边F的次方最高是3 G的次方最高是2 所以相乘之后呢 它的次方就会变成5次 所以就是1个X的5次 加上1个X的4次 减掉4个X三次 再加上8个X平方 再加上3个X再减9 就是我们的F of X相乘的答案了 再加上3次 再加上3次